妻子在餐盒里加了致死量花生 导致女儿过敏在急救市抢救 而她却牵着前夫的手去产检 在我提出离婚后 甚至放弃女儿的抚养权 你事业败落拿什么来养我 带着你的女儿去大街乞讨吧 后来她被前夫打得流产女儿拒绝任妈 她跪求着和我复婚 却被我狠狠地踹开 李婉威打来的第四个电话被我刮断了 我疲惫地靠在墙壁身边 还是昏睡不醒的女儿 她刚刚才脱离了危险期 现在还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病房外传来门锁的声音 李婉威满脸怒容地冲了进来 一见到我就把包砸在我身上 宋慈安你真不是个男人给你打电话不接 发消息不回我死外面 你是不是也不管我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孕妇在外面很危险 她看起来委屈极了眼眶通红忽斥忽喘着气 如果换成以前我一定会心疼地抱着她哄她开心 有多危险不是有你的前夫陪着你吗 我声音冷淡在看向她微挺的肚子时 心中不免刺痛我曾经多欢喜这个孩子的到来 可在医院的那一幕已经成了我无法忘记的噩梦了 李婉威愣了一秒面色闪过一丝慌乱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随手将拍到的照片扔到她面前 那上面正好是今天在医院 李婉威的前夫王杰搂着她去产检的照片 你竟然跟踪我 李婉威的声音拔高了几分听起来有些刺耳 就因为这件小事你挂我电话 宋慈安你的心胸怎么这么狭隘呢 我猛低抬头瞪向她 她被我吓了一跳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我努力压低着声音 但怒火却掩饰不住 洛洛今天在医院抢救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在她的餐盒里加了花生 你明明知道她花生过敏 她差点就死了 这是你亲生女儿啊 我咬着牙 双手握紧了拳头 你呢 你那时候在干什么 把手机关机 对女儿的死活不闻不问 然后让前夫陪着你去产检 李婉威我还没死呢 那么迫不及待找前夫救情复燃吗 似乎是我说的话 踩在了李婉威的离区 她冷笑一声用力将门关上 声音大的响彻在医院的整条走廊 我认你很久了 你天天都忙你的事业家都不顾了 我一个孕妇还能指望谁 除了王杰能陪我你能吗 李婉威双手抱在胸前 振振有词地说着 不知道的 以为我死了老公连产检都没人陪 如果不是遇到王杰 恐怕我肚里的孩子早就没了 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我只觉得有些头疼 一想到李婉威还怀着孕 我努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我现在不和你吵 但给洛洛吃花生这件事 我和你没完 我女儿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别想好过 李婉威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和她说过话 洛洛又没死 什么吃花生过敏 别家孩子怎么没事就太矫情 多吃点就有抵抗力了 我这是在为她好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李婉威 不敢相信这是从她嘴里说出的话 曾经的她多么宠爱洛洛 把女儿捧在了心肩上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更何况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女儿算什么有可能我怀着 但是儿子 够了 没等李婉威说完话 我便忍无可忍将其打断 爸爸我饿了 洛洛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她歪着头看向李婉威 没有像从前那样脆生生地喊妈妈 李婉威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这不是没事吗 能吃能睡的跟我闹什么没事 我先走了 我心中莫名的火星子往上窜 但碍于洛洛还醒着 我还是压低了声音 你就不能陪陪女儿吗 或许是看到洛洛满身红疹 加上十分乖巧懂事 显得让人联系李婉威 这才不耐烦地答应下来 只是等我打饭回来 就听到洛洛撕心裂肺的咳嗽声 我慌忙地冲入了病房 一眼就看见 李婉威和她的前夫王姐 有说有笑 两个人恨不得粘在一块 王姐手上还加着二手烟 毫不顾忌这里是医院 是洛洛的病房 李婉威更是只顾着打琴骂俏 丝毫没在意洛洛的咳嗽声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 蹭蹭往脑袋上涌 抬手直接将桌上的花瓶 砸在了王姐脚边 吓得聊得正欢的两个人 都尖叫了一声 李婉威下意识护着自己的肚子 一扭头见着我破口大骂 宋慈安你发什么疯 你想害死我吗 我没有搭理他 而是大步站在王姐面前 把他手上的烟扔在地上 狠狠踩在脚底碾了几下 不知道医院禁止吸烟吗 见我快喷火的眼神 王姐倒也没发脾气 只是挂着假笑 听说洛洛病了 我也来看看好歹也是 薇薇的女儿 滚 我咬牙切齿地吐出这一个字 王姐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宋慈安你算个什么男人 自己老婆产检的时候 不在现在来逞英雄 薇薇跟在你身边 不知道受了多大委屈 别逼我揍你 我冷眼瞪着王姐这个耸祸 瞬间就缩了缩脖子 我推嗓着他们 出去关上了病房的门 李婉威还想与我争吵 说出口的话 却被门隔绝在外 爸爸你是不是要和妈妈离婚 洛洛抬起头说话 也有些小心翼翼 她一直都很乖 也很早熟 自从我的公司经济不景气之后 李婉威常常会和我闹脾气 无非就是认为 我养不起她和洛洛 每次这个时候 李婉威都会拿离婚当借口 似乎笃定 我一定不会和她离婚 果不其然 李婉威又给我发了消息 宋慈安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看着洛洛乖巧懂事的模样 我一时间有些疲惫 不知怎么办才好 洛洛才三岁 正是需要妈妈的年龄 再加上李婉威肚子里 还有一个 这个时候离婚更是难上加难 我叹息了一声 揉了揉洛洛的脑袋 别担心爸爸和妈妈 不会离婚的 为什么不呢 洛洛仰着头 突然打断了我 她天真的说着 可是妈妈逼洛洛吃花生 还和刚刚的那个叔叔亲嘴 洛洛还听到 妈妈肚子里的弟弟 不是我的亲弟弟 我的脑袋轰得一下炸开了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 只是不愿去怀疑 这个孩子是意外得来的 自从公司逐渐走下坡路后 李婉威对我便没那么上心 甚至不愿意和我有 太多亲密的接触 可是唯独那天 她的热情 让我都有些招架不住 当时的她 在我耳边婉转着嗓音 说着想和我再生个儿子 我自嘲一笑 原来她那是找我上户口了 我安抚落落睡去 有些腿迷地坐在走廊上的椅子 冰冷的触感传遍全身 我盯着李婉威 那条离婚消息很久 离婚吧 发出这条消息后 我的指尖有些颤抖 我从没想过李婉威会背叛我 更没想过背叛对象是王杰 王杰曾经为了自己的事业 狠心抛弃了李婉威 那时他们结婚 还没超过三个月 李婉威哭过求过 可王杰还是强硬地和她离婚 明明那个人都这么见了 她一回来 李婉威直接把家也给抛弃了 直到洛洛痊愈出院 李婉威都没有给我回过消息 期间我给她打过电话 但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拉黑 而当我回到家 发现家门口全是杂物 那些东西都是我和洛洛的 李婉威把门锁都给换了 我咬着牙内的软肉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压抑着的怒火 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 我狠狠地砸门 李婉威 我知道你在里面把门打开 李婉威装死没听到我说话 我冷笑一声 随后拿着灭火器就砸坏了房门 宋慈安 你发疯啊 李婉威似乎没想到 我这么粗暴地把门砸开 愣在门后好一会 我让洛洛先回到自己的房间 反过头便质问起李婉威 你什么意思 她看了一眼门外的那些杂物 眼中也满是嫌弃 你不是说要离婚吗 东西全人外面了 女儿不是和你亲吗 那我不要这个女儿了 我被李婉威这句话给奇笑了 转头就甩了她一个耳光 她被我打得眼冒惊心 捂着脸呆愣愣地瞪着我 怎么肚子里有了前夫的孩子 连自己女儿都不要了 听着我嘲讽的话语 李婉威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宋慈安我和你结婚这么多年 孩子生了人也变老了 你给过我什么 现在还怀疑我和王杰 你能不能要点脸 她嘴上说着不是 可身体却很诚实地 护着自己的肚子 李婉威你可能忘了见识 这栋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离了婚要滚也是你滚出去 现在揣着你那个 还没出生的孩子 滚出我的房子 我只向了大门 李婉威却满脸不可置信 她的泪水涌了出来 一边哭还一边咒骂着我 一天天泡在公司 连关心都没关心过我 现在经济不景气 养都养不起我 你除了整天疑神疑鬼 还有什么本事 我的产检 是王杰陪我的你又在干什么 就算这孩子真是王杰的 那又怎样 你根本没资格和他比 李婉威向来喜欢吩咐我 只要她的一句话 我便答应 而她到好混淆概念产检的时候 根本没有通知我 原来是想让孩子的 亲生父亲陪同 李婉威彻底摊牌了 她歇斯底里着 却忘记了很多事 她现在能富足的生活 能在贵太太圈 有一席之地 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予她的 我懒得在和她废话 时间拿出已经 你好的离婚协议 扔在了她脸上 李婉威抹干眼泪 看着那份离婚协议 手掌都颤抖着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婉威 签字然后滚出去 行送慈安 你真有种 离就离 反正你公司都要破产了 到最后不要来求我 不然我看不起你一辈子 你就带着你女儿 上街乞讨去吧 李婉威说着 拿起一旁的东西 就要朝我扎来 想要宣泄着内心的不满 只是还没等东西 落在我身上 她就踩着高跟鞋 直接滑坐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痛苦地嚎叫着 而在这时 王杰也赶了过来 她甚至能直接打开 我家的指纹密码锁 我脸色阴沉看起来 李婉威衬着 我不在家都带着王杰 来了好多次 也难怪落落 会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肮脏事 王杰一进门 看到李婉威倒在地上 狠狠地想朝我脸上揍一拳 但是被我轻而易举化解 她的脸色 长成了猪肝色 指着我咬牙切齿地说着 宋慈安威威 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你真不是个男人 连女人都敢打 王杰这样慌张的模样 让我想起 当初李婉威 半夜打电话哭哭啼啼 电话那头 还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在我询问的时候 李婉威只是告诉我是外卖 我冷笑一声 好一个送外卖的 直接送上了李婉威的床上了 关我屁事 她自己穿的高跟鞋 自己摔的孩子是你的 家里有监控怎么着 还想讹我 倒在地上的李婉威 听了这话 紧紧抱住了王杰 她红着眼眶 嘴上还说着好疼 我冷眼看着李婉威挣扎 在抬头时 就见到洛洛躲在门后 看着这场闹剧 我的心中有了些许愧疚 对眼前的这对男女 更加痛恨 别死在我家里 要死也得死外面 李婉威的眼泪 哗啦啦地留着 宋慈安你真不是个人 突然李婉威尖叫了一声 她的身下 流出了一滩的血迹 我的孩子 王杰叫的救护车 很快就到了 我并不想和他们一起去 毕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处理 但一看到那份 离婚协议控制的姓明兰 我就烦躁地皱起了眉头 早不摔晚不摔 偏偏在要签字的时候摔 出院后 记得把离婚协议签了 李婉威躺在单架上 王杰紧握她双手 两人之间毫不避讳 而我则是淡淡开口 与这样的人浪费功夫 不如早点解决问题 李婉威惨白着脸 肚子一抽一抽地疼 她恼恨地瞪着我 下一秒又差点疼晕过去 直接钻进了王杰的怀里 宋慈安你就是个畜生巍巍 现在腾成这副模样 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王杰急红了眼 紧紧拥着李婉威 我吃笑一声出言嘲讽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才是她老公呢 这话一出 跟随的护士都忍不住 投来了视线 他们看着王杰的眼神 都有了几分古怪 王杰丢不起这个人 一路上也没再说话 任凭李婉威哼哼唧唧 李婉威命大经过一系列 救助孩子都还保住了 但王杰对她的态度 却直接转变 原本还关心着 李婉威的生命安全 现在只顾着 她肚子里的孩子了 挺着个肚子 还穿高跟鞋 孩子如果有什么闪失 你对得起我吗 李婉威大难不死 满脸笑嘻嘻 看着一旁站着的我 直接翻了个白眼 这不是没事吗 还不是宋慈安故意气我 反正我肯定是要和她离婚的 到时候她的公司倒闭了 她就是个穷光蛋 说到后面 李婉威的声音高了几分 生怕我听不见 你别生我气了嘛 我知道你凶我是因为关心我 李婉威拉着王杰的手 娇秀着一张脸 后面的话我听了都觉得恶心 李婉威到底是怎样觉得 王杰那样的话语是关心 明明她更在乎的是 她肚里的孩子 我冷笑一声 将那份离婚协议摔在李婉威面前 没把你摔死命还真大 能动就把离婚协议给签了 和李婉威一起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就将离婚协议书带了过来 一分一秒我都不想等 只想和她早点断绝关系 最好永远都不要有联系 原本还有些嚣张的李婉威 看到这份离婚协议 面上居然有了几分犹豫 她挺直了腰板 语气间还带着嘲讽 你要和我离婚 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你可别后悔 她这样的话 让我感觉自己所有 的一切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 更何况出轨的是她 现在在离婚的事情上 却犹犹豫豫 王杰牵住了李婉威的手 在她耳边深情地说着 牵了吧 也得谢谢宋慈安能成全我们 毕竟从很早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要永远幸福的生活 当初是我错了 现在我回来了 威威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王杰这么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钻戒 这是你曾经丢下的戒指 我都找回来了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 对吗 我直翻着白眼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只觉得恶心 这个绿茶男 连戒指都是旧的 也就李婉威那个蠢货 愿意上她的当 果然在王杰的软磨硬泡下 李婉威毫不犹豫地 拿起笔签上名字 她把离婚协议甩给了我 一脸的傲慢 女儿跟你 我可没有那闲钱养她 反正我现在肚里还有一个 她直接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 但是房子和车子 有一样你给给我 李婉威厚着脸皮冲着我说道 好歹我也和你做了这么多年夫妻 总得有点酬劳 我扑斥一笑 摇了摇手上的协议书 李婉威 你真不要脸啊 你前夫不是归国大佬吗 不是很有钱吗 让他给你买去啊 也让他知道 你除了会花钱 其他什么都不会 当我说完这句话 果然见王杰脸色一变 偏偏李婉威没有眼力见 勾着王杰的臂膀 阿杰才不像你 我想要什么 他都能满足我 和李婉威拿到离婚证那天 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洛洛在知道我和李婉威分开后 并没有表现得太难过 反而是抱着我说着 我讨厌妈妈之后 因为公司运转的原因 我不得不投入其中 洛洛也只能交给朋友来照顾 如果不是朋友 向我提起李婉威的现状 我根本不会在意 李婉威和王杰的结婚证 是那天和我办离婚时顺便领的 不过后来听说 他们连婚礼都没办成 听好友的意思 王家根本不喜欢李婉威 毕竟当初两个人才离婚 现在又复合 在这个圈子里早就成了笑柄 好友谈及于此的时候 总是幸灾乐祸 当初李婉威怎样造作的 他都有目共睹 我只是一笑而过 婚都离了 人家现在是合法夫妻 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我觉清楚 王杰为这么急着和李婉威结婚 经过这段时间的周转 公司的状况好了很多 反而还有点蒸蒸日上的趋势 在得空时 我就自己调查了一番 果然有王杰的手笔 他外表是从国外归来的企业家 但这两年根本没有有效收入 家里都成为了失信人员 之所以匆忙回过 只不过在外欠了一大笔债罢了 这种事一查就知道 偏偏李婉威对王杰死心塌地 李婉威家算有些积蓄 在上京也能数得上名号 再加上他肚子还怀着王杰的孩子 一旦领证 这钱还有李婉威的份 毕竟夫妻共同承担 再次见到李婉威还是在拍卖会上 他挽着王杰的胳膊 虽然穿着光鲜 但却一脸的疲惫 肚子比之前更大了不少 圈里人都知道 我和李婉威还有王杰三人之间的关系 这场拍卖会 也有不少人投来八卦的目光 甚至有人小声讨论 当初李婉威怀女儿的时候 状态比现在好多了 宋慈安那时把她宠上了天 和前夫离婚后还能复合 听说她肚里的孩子就是王杰的 该不会是凤子成婚 当初被抛弃 现在竟然能和好如初 果然是恋爱脑 不过宋慈安真惨 听说是婚内被出轨议论声越来越大 拍品都还没出 整个会场都热闹得不行 我自然是不怕什么留言 毕竟在那些人眼里我算是受害者 李婉威却不一样 她一向好面子 听了这些话很明显变了眼神 有好几次扯着王杰的衣袖 但王杰像是没听到一样 并没有为李婉威出头 没一会就撇开她的手 到处勾打上流人士 直到拍卖会开始 前面的拍品都是毛毛雨 最后一个才是重头戏 为一千两百万的价格往上报 李婉威似乎也很喜欢 一时间全场只有我们俩在报价 李婉威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 她靠了过来 咬着牙说着 谁不知道你公司不景气 一个手镯你都要倾家荡产和我争 别到时候没脸下不来台 我回头微微一笑 故意刺激她 你想要的东西 我偏不给李婉威的脸色难看得不行 报的价格也越来越离谱 完全没发现王杰的神色已经黑了不少 当李婉威以两千五百万的价格举牌后 我没有继续加价 这个手镯被李婉威拿下了 她像是炫耀一般冲着我仰了仰头 这王杰出手大方 看来两人真的是和好录出了 要是真爱王杰早就买下来了 你没见过当初和李婉威离婚后追女大学生 直接拍下五千万的项链相比拍卖会 我更喜欢听他们八卦 随着这些话音落下 王杰明显心虚了不少 极座之隔 我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有没有搞错 一个手镯你花两千五百万 你现在成天就在家花我的钱 有没有想过我的难处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这镯子我是不会买单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王杰说话的声音没有压低 几乎会场的人都能听见 这些话完全都是在贬低李婉威 李婉威面露窘迫 她连忙拽着王杰的衣袖 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我只是看不惯宋慈安娜夫小人模样 再说了前段时间你说资金周转不过来 我还去向我爸妈借钱给你 一个手镯而已你也不给我买吗 你现在在家除了花钱能干什么 我没这么多钱给你花 都和你说在家里待着 你挺着个大肚子 别人怎么看你 王杰连忙打断了李婉威的话 像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一般 声音更是拔高了几分 而看了一出好戏的我则是鼓起了掌 恭喜啊 王先生果然富有善心 这般知识我们公司举办的慈善拍卖 我的话音一落 李婉威就满脸震惊的看了过来 你说什么 这是你举办的 怎么可能 他当然不敢相信 毕竟和他离婚前 我的公司还处在破产的边缘 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现在好了2500万 白白进了宋慈安的口袋 王杰心疼那一笔钱 皱紧了眉头不断数落李婉威 李婉威从小都是被捧在心肩上的人 和我结婚的几年更是没受过委屈 怎么能忍受王杰的一番奚落 你现在怪我做什么 你没看主办方的名单吗 你不是说这是你朋友举办的 怎么你的朋友变成了宋慈安 李婉威烦躁地推了王杰一把 突然反应过来 他脸色阴沉 我上回给你的钱你投到哪了 李婉威见王杰闭着嘴当哑巴 有些急了 你说啊 钱呢 你花哪去了 你是不是全亏没了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李家的 王杰被李婉威烦得不行 转身就在李婉威脸上捶了一拳 周围传来到了唏嘘声 看着王杰的眼神都充满了鼻翼 王杰的脸刷得一下仗的通红 他扯着嗓子大喊着 老子才是你男人 给我花点钱怎么了 我花钱还不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 李婉威的半张脸肿的老高 本就毫无气色 现在看起来更加狼狈 他捂着脸恨不得钻到的缝里 那是我爸妈的钱 随后将一张张照片投放到了大屏幕上 照片里的王杰和不同的女人亲密 神情谄媚 活像被包养的鸭 让我告诉你吧 他把钱都花在了别的女人身上了 连钱的债都没还李婉威的双目空洞无神 似乎还不能接受眼前的场景 不可能 一定是你骗我 一定是你嫉妒 嫉妒王杰的地位比你高 嫉妒我比你幸福 王杰怒吼一声 挥着拳头就要朝着我冲来 但很快就被保安阻拦 宋慈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就是想压我一头 让我丢脸 这些照片都是他屁的 是假的 他突然转过头 恼羞沉默地瞪着李婉威 是不是你 你心里还有宋慈安 所以故意告诉他我的事情 你这个贱人 李婉威在知道自己的钱 全被王杰拜光后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崩溃 他也不顾自己还挺着肚子 伸出手就要掐王杰的脖子 他嚎啕大哭着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把钱全拜光了 我以后怎么办 我爸妈会杀了我的 那是我家所有的积蓄啊 李婉威这个恋爱脑 在知道王杰需要钱的时候 居然把父母攒了 大半辈子的钱都给了王杰 王杰早就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砸碎了酒瓶子 拿着玻璃碎片 就狠狠刺向了李婉威的肚子 让你吼我 让你吼我 你也他妈看不起我 周围的人尖叫一片 我也脸色一黑 保镖迅速冲了进来 但王杰却在骚乱中逃了出去 只剩下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 肚子还凹陷着的李婉威 120的救护车很快到达了现场 一起跟来的还有警察 这场活动在骚乱中停止 李婉威气息微弱 看上去情况很不好 玻璃还插在她的肚子上 衣裙都被鲜血染红 她牢牢抓住我的手 一句话也说不出 只是痛苦地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 只是挥开了她的手 到了医院 李婉威被医生匆忙地推进了急救室 她这次的运气没那么好 不仅孩子保不住 如果不是获救及时 命都可能保不住 李婉威麻醉过后 知道自己孩子没了 哭得撕心裂肺 然而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居然是王杰打来的 宋慈安 没想到吧 你女儿现在就在我手上 我是烂命一条 你也不想你的宝贝女儿有事吧 如果想救她回去 就往我账户上打八千万 否则我肆意要拉你女儿一起垫背 电话被她迅速挂断 紧接着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里头附带的是视频 我心急如焚 我没想到王杰会做到这种程度 更后悔没有把洛洛待在身边 她才三岁 如果出事的话 我立即报了警 就准备去调动资金 这时李婉威抓住了我的衣角 她听到了纳通绑架电话 但是她却脆弱地哀求我 慈安你别走好不好 我怕我会死在医院 我猛地扯开衣角 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没死就行 矫情什么 李婉威面色瞬间惨白 我没空再和她纠缠 当务之急 我只想救回我的女儿 好在拍卖会的事情闹得很大 警察一直在原地待命 在知道洛洛被绑架后 就全速出洞 很快就找到了洛洛所在的位置 当我赶到的时候 我就看到王杰 把刀夹在洛洛的脖子上 王杰赤红着双眼 手也不断颤抖 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 你等着你的女儿下地狱吧 他说着就要把刀刺到洛洛的脖子 洛洛阴疼痛哇哇大哭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我内心的恐惧提到了嗓子眼 把庄前的箱子扔到王杰面前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可嗓音却有些颤抖 闭嘴 你们这些人都是要看我的笑话 都要骗我 骗我说去国外能赚大钱 我去了 可是我被骗得倾家荡产 还欠了那么多债 那群人天天催债想杀我啊 你懂什么 在我知道李婉威和你在婚 我嫉妒到发狂 凭什么你们混得风生水起 你们都去死吧 王杰的情绪依旧很激动 他跟疯了一样 抬起握刀的手就要狠狠落下 但好在警察采取了行动 砰的一声 王杰痛苦地嚎叫 他的肩膀被打穿了 趁着这个时候 警察立刻压制住王杰 我颤抖着手解开落落的绳子 他缩在我的怀里一直哭着 而被制裁的王杰 还不断咬着牙叫嚣着 宋慈安 你不得好死 名利 地位这些应该都是我的 他被带进了橘子里 而我要跟着去做笔录 在此之间 李婉威却从医院偷跑了出来 我的丈夫婚内出轨 还有家暴我 甚至把我打流产 命都快没了 他是故意想杀我 李婉威刚流产 还没有好好接受治疗 就从医院跑了出来 他面色苍白 将王杰在他身上的暴行 全都说了出来 看着洛洛在 缩在我怀里 一声不吭的模样 李婉威瞬间哭了 他想摸摸女儿的头 却被洛洛拍开了手 王杰所做的事情 还不止这些 自从回国 他被递做的肮脏事 一抓一大把 这下可有的盼了 李婉威做完笔录 从身后喊住了我 宋慈安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他带着哭腔 带着哀求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穿着病号服的身躯 显得很单薄 想到从前 他在我这里 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眼瞎 是我识人不清 我还想和你有个家 好不好 就像从前一样 我冷笑一声 并没有说话 他眼中的光瞬间灭了 但是看到牵着我手的洛洛 又打起了精神 他蹲下身子 轻声细语地问着 洛洛不要妈妈了吗 你以前最喜欢妈妈了 妈妈知道做错了事 妈妈给你道歉 李婉威说到最后 耿住了声音 他的泪水在眼眶打转着 不断想懊悔 当他想要拥抱洛洛的时候 却被洛洛推开 我才没有妈妈 洛洛大喊了一声 随后迅速躲在我的身后 他看着李婉威的眼神 也充满了嫌恶 爸爸我们快走吧 李婉威听到了洛洛这句话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嘴里还不断说着忏悔的话语 但我可不管他如何 今后的洛洛有我也就够了 最后一次见到李婉威 是一次慈善晚会的酒店里 只不过这次 他却是以服务员的身份参与 因为王杰的事 他从家里偷出的三千万被发现了 那本来是李家公司的备用资金 全给李婉威偷走了 这件事一被察觉 他的父母二话不说 就把李婉威赶了出来 现在只能当起服务员 靠着几千块的工资养活自己 甚至因为还没和王杰离婚 王杰的债务也背在他身上 我自然不会帮他付一分钱 洛洛也看见了李婉威 但是他一言不发 只是在等靠近李婉威时 他拉了一下我的手 声音脆声声的 爸爸 可以给我找一个新妈妈吗 李婉威倒酒的手 顿在了半空中 直到酒一出来 被身旁的经理大骂着 细微的骚动 引得那些贵太太都侧目 李婉威如今狼狈的模样 倒是成了贵妇圈 下午茶的闲聊话题了 我和洛洛参加完晚会就要离开 可李婉威却不顾上班的时间 风味一般拦住了我的车 如果不是我踩刹车及时 李婉威就被我撞飞了 你有病吧 我恼恨的拍了一下喇叭 李婉威却拍着我的车窗 宋慈安 求求你了 我们复婚吧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 我好歹也是洛洛的亲生母亲 你也不想让她这么小就没了妈妈 我会把她捧在心肩上的 再也不会给她吃花生了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 我失笑一声 说到底还是放不下从前金贵的生活 你不是说 离开你我就会变成穷光大吗 你觉得我还会爱你吗 你又有什么资格让我娶你 我现在是上京享有名誉的慈善家 你呢 服务员 你还真当自己时从前的大小姐 洛洛当然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妈妈 我开着车扬长而去 透着后视镜 还看到李婉威捂着泪水 追着我的车尾跑着 直到转角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 后来李家那头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葬礼 是李婉威死了 朋友一边和我碰着酒杯 小心翼翼看了一下我的神情 见我面不改色 她才说下去 王姐也没了 那渣男在外勾搭那么多女人 身上早就有病 后来李婉威去检查的时候 也发现被传染了 她都没钱治病 干脆就在出租屋自杀了 尸体好几天才发现 李家不是最近有点走下坡路 想着靠这个转一波生育呢 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找你合作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李家人哭得伤心 可真正有几个人是真心的 恐怕就连李婉威的父母 都有着别的想法 我挽拒了李婉威葬礼的邀请 毕竟我的生命 早就没有她的存在了 我应该带着我的女儿 开始新的生活 第一篇完 第二篇为女友直皮后 我被她嫌误了 女友被人泼浓牛酸毁了容 一度崩溃自杀 于是我用自己的皮肤 给她做了直皮手术 她恢复得非常完美 我的脖梗却留下了可不得斑痕 她嘴上说着不会介意 每次看到我的眼神里 却总是闪过厌恶 还对朋友说 现在我看到那块地方 就会生理性的泛恶性 但她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也只能忍了 不然显得太王恩负义 后来 我主动提了分手 她转头就接过身旁男人的玫瑰花 这可是你先提的 我没有对不起你 她火速投入了新的恋情 却忘记了医生曾经严肃的叮嘱 一定要做好术后保养 一体直皮的排异反应 有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出现 那块皮肤会发炎 坏死 增生 30度的夏天 我替着一些果汁和零食往家里走 后背一片如湿 今天陈希邀请了几个朋友小聚 自从毁容后 这还是她第一次与以前的朋友联系 我很为她开心 她终于从之前的阴霾里走了出来 进了家 客厅没人 他们在阳台上聊天 我静止走进了卧室 准备找一件高领套上 后颈上那块暗红色的斑痕很丑陋 我不想吓到他们 所以打算遮了一下 对话从窗外飘了过来 希希啊 我现在有点羡慕你了 你真是找了个宝藏男友 是啊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你之前毁了戎 宋州都不离不弃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而且她甚至愿意割自己的皮给你移植 但是能做到这个份上 太难得了 晨曦语调含笑 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我垂下头勾了勾唇脚 没有人会不喜欢听女朋友夸奖自己的好 其他几个人都发出围的起哄声 那你们都谈了这么久了 打算结婚吗 手上的动作停了 我竖起了耳朵 我确实是有求婚的打算的 我们已经恋爱了三年 互相陪伴着走过了最低谷的时光 往后的余生 我也愿意和她牵手走下去 她是怎么想的呢 我呼吸都清了起来 晨曦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一会儿 她说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啊 为什么 哎 怎么说呢 虽然我知道不应该这样 但现在我每次看到她曲皮的那块地方 就会生理性的泛恶性 你们没有见过 真的很可怕 暗红色的 就像一块腐烂的肉一样 每次和她走在外面 别人都会盯着她看 我一下就会想起之前毁容后那些看我的眼神 这种时候我就特别想离太远远的 我知道这也不是她的错 但我真的不想再重温那些日子了 如果真要结婚 往后一辈子我都要看着那块斑痕 我就觉得挺受不了的 氛围陡然变得沉默 她的朋友似乎都被震惊住了 没人说话 之后 晨曦长叹了一口气 但她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也只能忍了 不然显得我也太王恩负义了 先就这样耗着吧 哈哈 也是 还不确定的是 阿元 听说你换工作了 话题声音的转折了 而我站在卧室里 心脏持续的坠落着 晨曦对我生理性的恶心 有汗珠滑落 刺得侧颈那块皮肤难沿的藤阳 我本能抬手 就把饮料瓶打翻在地 砰的一声 阳台上的说话声停止了 我怎么好像听到有声音 脚步声传来 很快 晨曦就走到了门边 我手上还拿着刚脱下的短袖 光着上身 侧颈的斑痕便全暴露在了她的视线里 她毫无准备 先是愣了 下一秒便露出了极为嫌恶的神情 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 嘻嘻 啊 她的朋友许佳走了过来 撇到我 当即发出尖叫 我回过神来 抓起高领一把套了回去 衣服遮住了视线 但遮不住我此刻的难堪 晨曦的脸色很差 许佳看上去尴尬又抱歉 搅着手指不知所措 其他几个人一片茫然 我装作无视发生地提起饮料 你们喝 随后躲进了浴室 客厅静默着 过了一会儿 许佳才小声地说 嘻嘻 对不起 我只是有点被吓到了有点态 晨曦没说话 另一个人说 呃 我们要不要和宋周去打个招呼 不用了 拿上东西 走 晨曦语气暗含着怒气 很快 家门发出吱压的声音 哐的一声巨响后 房间恢复了寂静 我靠在墙上 慢慢失去了力气 我感觉很讽刺 是 这块地方很可怕 任谁第一次看到都会被惊吓 可是 怎么连晨曦都露出那样的表情 然后迫不及待地从家里逃了出去 当初 她脸上的伤疤比这要更加恐怖 她是在路上 被一个精神病发作的陌生人 泼了浓硫酸 整张左脸都烧毁了 我在医院看到的第一眼 极度震惊 她的脸 像蜡烛一般融化了 但震惊过后 我抱着完全失去生气的她大哭起来 我不敢想象 她之前那么暧昧 怎么接受得了自己毁了容 晨曦第一次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时 足足呆了有三分钟 随后发狂般把镜子砸了个粉碎 冲向了窗户 我死死地拖住了她 放开我 我要去死 我要去死 我们像两只野兽一般 在地上拼命地撕扯翻滚 直到医生和护士冲了过来 给她扎了一针震惊剂 她醒来时 我在用镊子挑她手指上扎满的碎玻璃 她暗淡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 我们分手 我低着头 不 她不说话了 之后 晨曦变得阴郁又敏感 她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直接崩溃 会把所有能倒影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会反复地对我发脾气辱骂 但又会在之后抱着我无声哭泣 我知道 她是无妄之灾的受害者 而我只愿她能从中走出来 所以我能包容这一切 在又一次崩溃大吵后 她第一次不用右脸对着我 宋周 你看清楚了 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年轻漂亮的晨曦了 我以后一辈子都是个丑八怪 我哽咽着 那又怎么样 难道以后我们谁不会变老 不会变丑吗 我爱你 不是因为你年轻漂亮 是因为你是晨曦啊 她愣住了 随后泪如泉涌 是你不走的 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我的 所以以后你也不许后悔 你要是敢离开我 我一定不放过你 我搂紧了她 不会的 我发誓 宋周永远也不会离开晨曦 从那天起 她的眼里终于有了一些光亮 窗口闭合后 我们开始尝试直皮手术 但是人造皮的排异反应太强烈 没过几天 晨曦的脸就会重新烂掉 医生建议做自体移植 但我担心她无法承受自己的皮肤再破损 所以决定用自己的皮肤给她做一体移植 医生取了颈尖处的皮肤 手术很成功 她恢复得极好 没有一点排异反应 连医生都惊讶至极 她几乎是狂喜 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重获新生 但我不同 那块切割后的皮肤越来越暗沉可怖 她每次看完都屋子难过 我要是知道 你做完会这样 我宁愿不做了 我只是笑 说什么呢 我是个男人 不好看点也没关系 最多就是被别人多打亮几眼 没什么的 看到你恢复 才是我最开心的事 那时候 我天真的以为 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这么黑暗的日子 再不会轻易分离 可是才过了多久 我的这片斑痕就已经成了她的重担 她刚刚那样厌恶地看着我时 我只感到极度的悲哀 她也同样经历过恶意的目光 难道不懂得被注视的那个人有多屈辱吗 但被排斥的人终于又回到了人群 她只想重新融入 更是极力摆脱过往的记忆 禁于对调 她将视线的利刃对准了我 夜里 晨曦回来后 开始一言不发地收拾行李 我喉间像梗着一块大石头 咽不下去 也吐不出来 要去哪 她不看我一眼 她们商量着去海边度假 去多久 没定 我有些担心了 医生叮嘱过的 你的脸不能被曝晒 她瞬间炸了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过得开心啊 什么 晨曦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我每次一打算恢复正常的生活 你就有一万条理由等着我 医生叮嘱 医生叮嘱 这不能那不能 最后我什么都做不了 就连今天请他们来家里 都要被你搅合得不得安宁 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变成了这幅模样 就见不惯我活得光明磊落 我完全被她的话震惊到失语 你在说些什么 她嗤笑了一声 你现在最后悔的事 就是给我做支皮了吧 你要是不做的话 也不会变成这样子 我也可以一直不出门 整天只会哭 万事都依赖你离不开你 完全满足你阴暗的控制欲 她啪的一声关上了行李箱 总之 你喜欢过那种 下水到老鼠一样的生活 就自己过 别拦着我 晨曦甩上门走了 而我在客厅里完全失神 之前 我牢牢记着医生的叮嘱 怕她右手排一反应的哭 所以很注意她每天的日常 她想吃烧烤 想喝酒 我没让 给她换成了气泡水 和烘烤的坚果 她想出门玩 我给她准备了遮阳帽 大概看着时间 就会带她进商场 免得被闪伤 原来这些谨慎 是我错了吗 是我在阻止她回归日常生活 是我控制欲强 是我像下水到的老鼠一样 心情在这一刻委屈到了极点 之后的几天 她的朋友圈都毫无动静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把我屏蔽了 我只能从她那几个朋友 发的内容里 看到她的身影 人很多 她玩得很开心 笑容明媚又飞扬 可我却越来越窒息 因为从第二天 她的身边 开始频繁出现一个陌生男人 到后来的合照里 那个男人的手 已经搭上了她的腰 而她毫无芥调 我反复地放大着每一张照片 企图在每一个边角 找到他们的身影 最后在一张拍摄 夕阳的风景照边缘里 看到了他们相拥的场景 于霞承起 晨曦微微厚仰着 双手搭在对方肩上 交紧相贴 如果我不是她的男朋友 大概会觉得 这一幕有些浪漫 但那一瞬间 我的耳边 只回到这巨大的哄响 那是我们的关系 在无可挽回的崩裂的声音 之后几天 我一直浑浑噩噩的 直到我爸来了一通电话 说是肖家在外 读书的小儿子回国了 要举办生日宴会 他没空去 让我替他参加一下 我对这些宴会感到厌烦 但还是穿上了西装 衬衫的领子 遮挡住了肩头 但脖梗上 仍然露出一块暗红 我翻出了 被晨曦扔到柜子 最里面的遮瑕膏 把这部分 涂得只剩下了 一个浅淡的影子 涂完后 我突然有些颓丧 之前 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 这块地方 但自从晨曦那天 毫不掩饰地表达厌恶后 我也感觉自己 变得见不得人了起来 出门有些晚 我到的时候 宴会已经开始了 我客气地 与几个熟人打过招呼后 就坐到了角落 我没想到 会在这遇到晨曦 她穿着奢华的礼裙 画着精致的妆容 正挽着我在照片里 见过的那个男人 言笑艳艳 我猛地站了起来 椅子在地板上 发出刺耳的声音 整个宴会厅都静了静 晨曦也注意到了我 她的脸色瞬间白了 触电一般地缩回手 旁边的男人看了我一眼 低下头问她 熟人 晨曦咬着下唇 没说话 她走了过来 伸出手 你好 我是孝泽 我愣睁了一下 原来她就是这场宴会的主人 众目睽睽下 我只能回握住她 我是宋周 她的眼神扫过我的脖子 然后定住了 宋先生 脖子这里是 笑泽比划了一下 我瞬间心跳加速 起码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发现一样 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定了定神 哦 这是之前 话说到一半 我就被猛地拽过了身 晨曦急匆匆地拉着我 穿越了宴会厅 走到一个隐蔽的角落 你怎么在这里 她眼神光火 质问我 我不能来吗 哈 是 我走之前对你说的话可能有点重 但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跟踪我的事情 我匪夷所思 什么叫跟踪你 肖家邀请了我爸 他没有空 所以我才来的 就算你是被邀请的 你就一定要这样让我难看吗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你给我直过皮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毁过容是吗 我瞪大了眼睛 我没想说那是给他直皮的痕迹 我本来是想说小时候留下的伤疤 但我此刻已经不想再自证了 我抱起了双臂 晨曦 倒是你 你又为什么在这里 他瞬间捏紧了裙摆 沉默在我们之中蔓延 我盯着他 把他这一刻的慌乱纳入眼底 最后 我叹了口气 问这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算了 不用说了 宋周 我转身准备离开 哗啦 我迎面撞上了一个侍者 一拖盘的酒液瞬间倾倒在了我身上 侍者吓呆了 对 对对不起先生 我成了宴会厅的焦点 孝则大步走了过来 还不快拿毛巾来 他帮我脱下了西装外套 不好意思宋先生 因为我托人清理好了再归还给你吧 我心情糟透了 语气生硬 不用了 他也不尴尬 顺手拿起了毛巾 那先擦一下吧 孝则斥责着一旁哆嗦的侍者 还不帮把守 我擦拭着潮湿的面颊 没注意到侍者站在了我的后方 也忘记了自己的肩颈上涂过的遮瑕 侍者重重地擦了上去 毛巾拿起后 他倒退了两步 宴会厅里陡然发出稀奇的声音 晨曦面无人色 而孝则却隐隐勾了下唇角 温温的议论声传来 这是谁 是宋家的那个儿子吧 他那个脖子怎么搞成这样子 有点恶性 之前听说的是他女朋友毁容了 怎么是他变成这样 你仔细看看 孝则身边的那个女人 不就是他之前的女朋友吗 什么情况 声音同样传到了孝则的耳中 他装若惊讶地看了下陈希 这是你男朋友 陈希几乎是本能地摇了下头 我说呢 陈小姐那么漂亮 眼光应该不会那么差才对 她看着我 露出一个鬼笑 我突然明白了 这是一场小丑戏 她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议论声和视线将我逼得快要发疯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抑制着颤抖的双手 站起身 朝门外走去 陈希有些不知所措地跟在了我后面 我挥手叫停了辆出租车 坐了进去 宋周 我们对视着 或许是我的模样太过落魄 陈希脸上竟然慢慢浮现出了一丝愧色 对不起我 她顿了顿 拉住了车门 就在她要打开坐上来的瞬间 孝泽抓住了她的手臂 希希你要去哪里 她眼神疑惑 我们不是说好了待会儿 还要去天堂脚餐厅吗 还是说你要跟这位宋先生一起走 陈希微微颤抖了一下 缓缓松开了手 脑子里大概有东西啪的一声断了 在我和孝泽这个选择题里 陈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她 我闭了闭眼 嘶哑着声音 师父 走吧 后视镜里 我看到陈希盯着车离开的方向 而孝泽很快便挡住了她的视线 之后 汽车拐了个弯 他们都消失在了视野里 我回家收拾了东西 我想 从她否认我们是男女朋友的那一刻起 这段关系大概也走到了末路 只是在看到家里熟悉的一切时 我仍然感觉心向被拉了到口子 鸡鸭的情绪咕噜咕噜直往外貌 三年了 三年的感情 就这样脆弱地戛然而止 我回了自己家 就着几瓶红酒昏天黑地地睡了一天 本来想继续这样放任自己 结果我爸大概已经听说了宴会上的事 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我给揪了起来 为了一个女人颓废成这样 不像回事 她直接把我带去了造型式 开始捣吃了起来 我有些迷茫 西伯伯的女儿也回来了 你去见见 我咒启妹 西伯伯的女儿 七言 是我从小就听过的名字 我家和七家关系很好 很小的时候两家就有结亲的打算 但我打死不从 每次听说她要来我家就会偷偷躲起来 听说七言也同样不配合 后来她又出国了 他们便作罢了 没想到现在还不死心 我现在哪有心情去见什么七言 但我爸一瞪 一抚你不去 今天就别想走的模样 我也只能无奈的任他安排 打理完头发后 造型师拿起了遮瑕膏 想吐我的脖子 我拦住了 我爸有点生气 你是要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家吓跑吗 如果他都不能接受我真实的样子 那还有什么继续交往的必要 我爸语思了两秒 说是这样说 我其实只想把这场荒溜的见面讲慌 我已经不太相信 会有人看见我的脖梗 还不厌恶的情况 之后 他安排司机把我送到了一家咖啡厅 临走前拍了拍我的肩 好好表现 我叹了口气 走了进去 咖啡厅里没什么人 看背影 一个戴着帽子的女孩 正坐在里面靠窗的位置 你好 我是宋周 七眼转头看我 我直接愣住了 他染了一半的红发 身上是一套吊带裙 胸前和手臂上搭配着夸张的金属配饰 后底的皮靴上坠满了毛钉 看着他的装束 我直接松了一口气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被逼着来的 而他也一眼就看到了我脖梗上的斑痕 听我这么一说 大方的笑了 看来我们战线一致 我点了点头 他握住了我的手 我是七眼 他没有对我丑陋的斑痕 发表任何的看法或疑问 甚至都没有过多的停留视线 平常的像是每个人都有这块东西一样 我不禁如是重负 我们都知道 今天是带着父母的任务来的 如果回家的太早 估计又要被盘问很久 于是我们决定随便去电影院消磨一下时间 和七眼走在路上 我们俩的回头率高到不行 但他却完全没什么压力 我有些好奇 你平时也这样打扮吗 差不多 那不会介意别人的眼光吗 他看了我一眼 有什么好介意的 熟悉我的人 不会因为我的样子对我另眼相待 不熟悉我的人都不熟了 他怎么看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有些诗语 这个小姑娘的性格还挺酷的 他的话让我不禁想到陈希 我和陈希谈了三年 结果他甚至构不上七眼所说的 熟悉的人的标准 摇了摇头 我跟着七眼往电影院走 巧合的是 我在门口看到了孝泽和陈希 陈希站在爆米花机前等待 而孝泽站在他背后 手里藏着一束玫瑰 我停住了 七眼不明所以 宋周 两个人都听到了 转过头来 陈希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他游泳了一会儿 最后开口道 昨天孝泽请我吃了晚餐 所以我今天就说请他看场电影 我听着他试图变白的话 感到有些荒谬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要继续玩一团和气的半家加酒吗 我暗自压住了怒气 和我没关系 陈希眼睛一下瞪大了 我挥挥手 和七眼朝去飘机走去 他问我 认识 我摇头 不熟 他眨了眨眼 随即笑了 懂了 陈希也听到了 但他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什么不熟 宋周 他是谁 我瞥了他一眼 今早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陈希给我发的消息 没事吧 我没回 他也就没再问 看他现在一无所知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昨晚没回家 根本没发现我已经搬走了 他是谁不重要 你们在这儿要做什么也不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陈希煞时间惊愕 手中的爆米花散了一地 你说什么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昨天没和你回去吗 那是因为我早就已经和孝泽约好了 你知道天堂脚的位置很难定 我总不能为了你被泼了点酒就爽约吧 你就因为这种事情就要分手 作为一个大男人 你是不是太小气了 陈希的声音吸引了周围的人 我简直快要气笑了 好一个我小气 昨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不是我女朋友的人 是你吧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的话 那我怎么还会强求呢 我现在提分手 你就可以和你的小情人 天天去吃烛光晚餐 彻夜不归 你不应该高兴吗 陈希瑟丽那人起来 你不要噱口喷人 我们就是吃了个饭而已 我喝了点酒 所以他给我订了间酒店住下 况且你现在不也在 和别的女人出来看电影吗 照你这么说 你们俩难道也是情人 宋周 我看你是蓄谋已久了吧 现在不过是找个由头来和我分手 我被陈希话里的无耻再次震惊了 心脏的人真是看什么都脏 我冷了神色 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无辜的气焰身上 我不想再继续让他胡搅蛮缠了 随你怎么说吧 电影要开场了 别挡路 陈希声音都高了一个调 你不要后悔 他的神情里居然有一次倡议 像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分手可是你先提的 我没有对不起你 他一把扯过孝泽背后的玫瑰花 好 本来没想这样的 现在你是我男朋友了 孝泽惊诧了一瞬 随后略微得意的看了我一眼 搂过了陈希的腰 当中热吻了起来 周围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相当精彩 我一把扭过气焰的头 别看 脏东西 小心长真眼 电影是没心情看了 我们在厅里坐了一会儿 气焰就问我 要不要走 我点了点头 出去后 他就一直在撇我 我暗子好笑 你很好奇吧 毕竟谁对这种八卦都有吃瓜的心理 他笑嘻嘻的 是有点 但是如果你不想说的话 也可以不说 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们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我把自己和陈希的故事都告诉了他 他听完 深深猝起了眉头 他还真是毫无同理心 你分明是因为他才变成这样的 他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事 怎么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呢 说到底 他还是看中自己的面子超过了你 所以才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你们的关系 我仰着头 是啊 现在的我 对他来说仿佛黏在鞋底的口香糖 有爱观瞻 他只有摆脱了我 才能摆脱之前那个丑陋的阴影 说到底 他是把对过去自己的厌恶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他只喜欢青春靓丽的自己 同样也就无法忍受反复提醒他过去的我 气炎站起了身 走到了旁边的自动贩卖机旁 不过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反而是因为这件事看清了这个人不值得 所以这也是件好事 我微微有些愣争 他拿出了两罐可乐 递了过来 冰凉的平身记得我差点缩回手 气炎笑得真挚 总之 恭喜你脱离一段坏的关系 平身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也跟着笑了 谢谢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晨曦火速地与笑泽热恋了 他的朋友圈每天都在更新 像是故意要炫耀给我看一般 他现在又不屏蔽我了 他和笑泽的合照出现在各种酒吧聚会 豪华酒店 泳池沙滩 奢侈品店 他沉寂了那么久 如今只想昭告天下 他和笑泽的耀眼的生活 起初我偶尔还会看两眼 后来也就直接刷过去了 意识到了他皮囊下那颗肤浅的心后 我对他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当时我和七言逐渐熟悉了起来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当初他对我的斑痕反应如此平常 他将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 他们大多和他一样是学艺术的 打扮得相当前卫 我在他们之中 反倒变成了相对平常的一个 但他们人都很好 在知道我还是有些建议自己的斑痕后 他的一个脸盲朋友告诉我 我是他唯一能够每次都顺利认出来的人 被晨曦所厌恶的斑痕 反而成了他识别我是独特的标志 于是我渐渐地开始释然了 而接触得越深 我也就越发现 七言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她包容 自信 内核强大 在她的影响下 我渐渐地从与晨曦分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所以后来 在我们父母的极力撮合下 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我爸和七伯伯直接泪眼婆娑地拉着我们的手 好啊 好啊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把我和七言都搞得很尴尬 过去的事 逐渐如遥远的梦境一样 被我遗忘在了记忆深处 大概半年后 七言说 她的朋友认识了一位医生 做斑痕消除很厉害 让我可以去看看 我按着地址找了过去 医生做了检查后说 可以治疗看看 虽然不一定能完全消除 但是肯定可以淡化 于是我开始了治疗 过了几个疗程之后 效果拔裙 拔痕再慢慢地淡去 那块皮肤已经变得平滑 略微发红 面积也缩小了很多 看上去更像是一块胎颈 对于这个结果 我已经很满意了 准备离开医院时 我的心情明媚了很多 但一转头 就在走廊转角处看到了一个匆匆而过的身影 那是晨曦 她戴着遮面口罩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急步走进了诊室 我有些纳闷 她来这里做什么 我才骤然想起 自己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看到她发朋友圈了 好奇心居士我走了过去 诊室门没关紧 我听到了晨曦哽咽咽的声音 医生 为什么我的脸会变成这样 你这个增生 真的有些严重了 之前怎么不来医院 我去了 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些痒 我也没注意 就抓了抓 结果第二天她就开始红肿了 我找了之前给我做手术的医生 但是她只是给我开了 开了疾管药 我擦了也没用 再过了一段时间 她就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之前做完半年 都没有任何问题 医生叹了口气 一体直皮的排异反应 有可能会出现得很慢 有的甚至几年才会出现 你的医生 当时没有告诉过你吗 他的话把我拽回了 晨曦刚做完手术的时候 当时 医生看她太过兴奋 一直叮嘱她 术后一定要记得保养 按时吃免疫一直记 记口等等 但她似乎只是沉浸在 自己容颜恢复的狂喜中 完全没有听进去 我为她做的那些努力 她都嗤之以鼻 而我们分手后 她恐怕更是肆无忌惮 而孝泽大概率 也没有让她去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 慢性排异出现了 晨曦几欲崩溃 那 那还有没有办法 我不想再毁容了 医生 救救我吧 救救我 你这个情况拖的已经有点久了 我很难给你保证 先开点免疫一直记试试看吧 之后的几周 我每次都会遇到晨曦 她的精神越来越差 人也越来越瘦 我甚至看到清洁工 想让她让一让 把她吓得歇斯底里的尖叫了起来 而后来的一次治疗 她也看到了我 时隔快一年 我们第一次面对面 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的侧颈 随后瞳孔地震了起来 你 你是怎么治好的 极度惊讶中 她正准备套上的口罩掉在了地上 于是我看到了她的脸 从直皮那部分的边缘开始 出现了一条条血红隆起的沟壑 那部分皮肤正从边缘开始腐烂 有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尖叫了起来 她几乎是瞬间就抬起了手 别看 她印记一般地抽烟起来 立刻蹲下 把口罩一剪 就从我身边飞快地逃开了 我看着她仓皇离居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当初 她以为自己已经爬出了深渊 于是我就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污点 她毫不犹豫地洗刷掉了我和这段过去 转身走向了她的新生活 可现在 报应又轮回到了她的身上 而这一次 大概不会再有人像我一样不离不弃了 果不其然 没过一段时间 我就在一次聚会上 看到了孝泽身边跟了一个陌生的女孩 你们有没有听说 孝泽和她之前那个女朋友掰了 为什么 说是因为她毁容了 听说脸上一整块皮都脱落了 把孝泽直接吓吐了 当天就把她赶了出去 救命 别说了 好恶心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 据说是她之前本来就毁过容 直过皮 估计是没做好 没有 没了这张面皮的女人啊 只有被抛弃的份啊 可不是吗 我听说啊 当初孝泽就是看上了她这张脸 结果现在这样了 她还能拿什么去留住人家呢 以色试人 色衰而爱迟啊 出乎我意料的是 陈希被孝泽赶走后 居然找到了我 不知道她从哪里打听到的 我和气颜的地址 找上了门来 那天 下着小雨 她拖着一个行李箱 脸上缠满了绷带 头发上还滴着水 看见我的第一秒 就哭了出来 宋周 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皱起了眉 那就去酒店 说完我就想把门盒上 她急了 抬手挡住门 我没有钱了 我 我被人骗了 说可以治好我的脸 全部都被骗走了 她哭得越发凄惨 我一时难言 见我不说话 她直接跪了下来 对不起 当初是我的错 是我没看清你的真心 是我忘恩负义 我自以为是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却看不见 还以为笑则是什么好东西 是我对不起你 她说着说着 居然一巴掌 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血色从绷带中渗了出来 看得人心惊 我现在也遭报应了 这大概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我也认了 所以 宋周 你能不能原谅我 陈希抓住了我的裤腿 眼中含泪 她的手简直像个铁爪一样 我越看她越感觉不妙 不想和她过多牵扯 便使劲甩开 放手 她整个人都扑了上来 嚎啕大哭 宋周 原谅我好不好 原谅我吧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能接受我了 我不想当没人要的怪物 我不想被丢掉 求你了 别丢下我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求你了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吗 我什么都听你的 求你了 陈希撞入封边 开始把这门拼命想往家里钻 做饭阿姨听到了声音 走了过来 小宋 怎么了 我冲着她大喊 报警 快报警 阿姨被吓呆了 慌忙地掏出了手机 我死死地堵住陈希 我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 滚开 她听完 表情立刻呆滞了 是我现在很丑吧 你肯定看不上了 但是没关系的 你能再帮我做一次纸皮吗 你再帮我做一次 我就能变得漂亮 鱼鬼一样瘦削无比的面孔 凑在我面前 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 我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你的 你帮帮我 你帮过我一次地求求你 宋周 我后背都被冷汗禁尸的时候 警察终于来了 陈希仍然死死地抱着我的腿 但她似乎已经失了神志 只是呆呆地看着我 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 求求你 求求你 我嫌恶地看着她 站在警察旁边 看着他们把她牢牢按在地上 她似乎反应了过来 神情变得疯狂了起来 拼命地挣着 宋周 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离开陈希的吗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为什么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 你说过会永远爱我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争住了 是了 我曾经在她毁容的那个时候说过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她的 可是 分明是她先转身走开的 我发自真心的承诺 最后只换来了她的嫌弃和退缩 此刻 她竟然还敢提 我冷冷地抱起了手臂 陈希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还有资格说这句话吗 她呆住了 随即整个人迅速地挥败了下去 警察把她带走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 七岩正好到了家 她歪着头问我 发生什么了 我摇了摇头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没什么 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搂着她回了别墅 阿姨的饭菜此刻也做好了 在暖黄的灯光下 我们聊着天 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只像是一块小石头 扔进了水里 荡出几分波澜 便消失不见 我已经从和七岩的日常生活里 获得了真正平淡而温实的幸福 至于陈希 已经与我无关了 再后来我和七岩结婚了 盛大的婚礼 与我想象中无异 只是身边的人 换成了现在这个 我全心全意爱着的人 七岩的婚纱是她自己设计的 看上去没有那么正宗和奢华 倒是多了一点 她惯有的酷和调皮 我只觉得自己幸运 而陈希疯了 她从进派出所之后就疯了 逢人就问 我美吗 最后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里 对着镜子顾影自怜 在几年前 我大概完全不会想到 我们会各自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结局 但人终究要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 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下的欢愉会在未来的某一刻 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当下的失去 也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刻 以更好的形式回馈回来 至此 我终于明白了 或许这就是老人所说的 霍福无门 为人自诚 全文完 exceed了